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收入超过812元 则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法是把多余的钱退还给政府 今后的所有护理开支先由政府从退还金额当中支出 当然 如果不想退还政府的话 也可以把多余的收入交给Port Trust信托基金处理 每月交50块钱的管理费 并把每月的租金 水电费 购置家用电器的收据寄给Port Trust 他们会从个人账户中退还所有的金额 每月的结余会自动转存到下个月 另外 夫妻两人的财产如果超过20850美元 个人财产超过14250美元都不予受理申请 但律师说 可以在申请前的一个月 把资产转到子女的名下 因为政府只查看申请前一个月的个人财务状况 华语电视记者赵璐 纽约采访报道 台湾会馆老人中心9日举行圆月庆生会 近200多位齐老还需一堂 为圆月生日的会员暖身 同时还为不久前结束的乒乓球比赛 关亚季军获得者颁发奖状 会馆老人中心主任黄财春表示 迎来了2013新年 老人中心的会晤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多年来 中心会晤在各位会员的支持下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希望各位会员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 黄财春同时宣布了 在去年12月26号产生的 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 个人及混合双打的冠亚季军等 优胜者名单 并邀请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为他们颁发奖状 随后20多位在云月生日的会员 在全场欢乐的掌声和祝福声中 切开生日蛋糕 并全体合影理念 市议员顾雅明办公室主任陈铁辉 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会长周燕霞 台湾会馆后任理事长陈春兰 会馆董事长陈龙峰等出席的青春会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海外华裔青年英语学习服务营 将于今年六七月在台湾举行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九日表示 欢迎海外华裔青年 踊跃参加英语教学支援活动 纽约乔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9号宣布 由台湾乔委会与教育部合作举办的 海外华裔青年英语学习服务营 将自今年六月三十号到七月二十七号 在台湾举行 报名时间自二月一号起开始上网报名 他也欢迎年满十七岁 已经就读在十一年以上的华裔青年 踊跃报名参加 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 我们在台湾地区 就比较偏远地区的国中国小的这些学生 他学习英语的这种环境 能够提升他们的英语的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就会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从2006年开始 就开始有在海外去招募 那目前最近这几年 我们都是有差不多350个名额 那这350个名额不光是在美国 那包括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贝里斯 南非 英语为母语的这些国家 我们都欢迎这些华裔青年都能过来参加 据介绍活动为其四周 主办单位将负担学员再营服务时间的 时速 交通等费用 而参加者只需致行负担 桥居地至台湾的往返旅费 详细情形民众可以查询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 询问电话为718-886-7770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采访报导 曾在2011年获得联邦商务部 颁发少数族裔营建业领袖奖的 华裔企业家张俊玲 去年底再次获选台湾第21届 海外华人创业楷模奖 他日前获得了华人社区各界的祝贺 在2011年荣获 联邦少数族裔营建大奖的张俊玲 目前为美国大陆工程公司总裁 自2003年起自行创业 短短的8年期间 从一人公司到规模近千人的工作团队 在他领导下完工的建筑工程 包括18栋筑商大楼 9栋知名的连锁旅馆 其卓越的成就 在去年底获得台湾第21届 海外华人创业楷模奖 日前获得华人社区各界的祝贺 美国亚裔非盈利机构策略联盟主席团 主席朱灵基 日前在受访时也特别推崇江俊玲 在业界的成就 那么我们很高兴江博士 他从台湾高中毕业以后 到美国来念大学 办公办读之后 那么硕士博士 那么不仅仅参加这个社团服务 做我们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 那么更重要 他短短10年当中他创业 那么在我们曼哈顿 在我们的皇后区盖了非常多的旅馆 江俊玲在受访时对于得奖表示殊荣 并感谢家人朋友的协助 一路过来真的是需要很多朋友 家人亲友的支持 才有办法 我是我朋友很大力地帮忙我 然后很就是很高兴 就是可以领到这个奖 因为谈谈您创业 当初为什么会想从事这一行 那您觉得在这个路途 有没有什么一个 就是自己的经验呢 可以传授给大家 从事这一行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因为我这个是从兴趣开始 然后本身念的土木工程 跟建筑有关 那一路上就是依自己的兴趣 一直去发展下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自己的业界做自己喜欢 是一个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那在这个行业 你又可以赚得到钱 那我觉得这是 很多人梦想想做的事情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参访报道